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7月15日 墨西哥欲擒威迪玛拉 周四早上,美洲金杯分组赛继续上演 身处二组的威迪玛拉与墨西哥将一决高下 墨西哥是美洲金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 反观威迪玛拉此次只是后辈参加 双方存在巨大实力差距 金账当然看好墨西哥斋的胜果 由于库拉索因故退赛 威迪玛拉才得以后被入替参加金届美洲金杯 现FIFA排名100多位的他们实力有限 其实此前几届美洲金杯 威迪玛拉的表现都很一般 甚至最近两届都未能进入决赛周 虽然威迪玛拉历史上曾夺得过一次美洲金杯的冠军 但时间还要追溯到1967年 随着其他队伍的发展 他们在该项赛事中的竞争力逐渐降低 来到京界 分组赛首轮威迪玛拉二球完败在实力并不算强的萨尔瓦多脚下 球队在该场比赛中的控球率 脚球数以及射门次数上全面落后于对手 球队遭遇开门红一点也不冤枉 四轮分组赛遭遇霸主墨西哥 威迪玛拉无法避免继续失利 在美洲金杯历史上 墨西哥曾经11次夺冠 是该项赛事中夺冠次数最多者 而且他们也是未免冠军 最近两个月内 墨西哥在各项赛事中一直保持不败 当中多场比赛取得零失球 球队防守值得信赖 今届每周金杯分组赛首战 墨西哥被实力远不及自己的千里达破和 他们在该场比赛中占据绝对上风 多项数据简直是碾压对手 可惜始终与进球无援 阿尔富尼斯摩利与谢萨斯哥朗拿 难免心有不甘 此番对阵上仗失利的威迪玛拉 墨西哥一定不会放过 全取三分的大好机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